秋冬的时候啊 大家都会有一些皮肤上面保养的困扰 天气突然变得很冷的时候 皮肤会变得不太出油 那不太出油的时候 就会造成皮肤上面的保水因子 有一些缺乏的状况 那可能常见的会有一些脱血啊 或是肝痒的情形 那这时候其实就很建议 大家一定要注意好保湿 秋冬的时候也很常会看到 皮蛇所谓的带状泡疹 发作的几率会远比夏天来的稍微高一些 温度跟急剧的下降 那对我们人体身体其实产生一定的压力 带状泡疹它其实是一株病毒哦 它本来潜藏在我们的中轴的神经脊柱里面 那其实跟水痘是同一株病毒 可能在小时候都曾经有发过水痘这样的病毒 那可能就好啦 那可是这个病毒会一直藏在我们的神经节里面 但某一天你可能开始 抵抗力有点下降的时候 它就随着我们的神经脊柱 顺着我们的皮结爬出来 那就是所谓的带状泡疹哦 不只是在表面上面 会看到有一些水泡的状况啊 其实它同时会影响到我们的神经节 那所以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诶怎么有一点抽痛麻的感觉 一开始都会以为自己是锥肩盘突出啊 会神经痛的状况 诶一直到起水泡了 才知道说诶我真的是带状泡疹 当然是现在其实是有疫苗可以做注射的 那新一代的疫苗啊 叫做新克者Tringris 那它其实只要注射了两剂 它的保护力哦 其实目前看到可以达到九成以上 比起早期的减毒活性疫苗 的确它的表现效果又再更好 想要促进健康 本身抵抗力可能也觉得有比较弱化的民众 其实都可以考虑做注射 从18岁到80岁 其实都是建议注射的一个族群哦